台南古都懷舊之旅 由王瞳領軍先帶美鳳姐去參觀 台灣目前最老的百貨公司 看到了許多歷史的痕跡 也聽了許多關於他的故事 接著又去台灣四年 大鄰園之一的無緣走走逛逛 接下來就要換葉東泰老師接力 帶我們繼續穿越時空 走訪老台南哦 它就是很爽口 然後就是樹的 讓你吃起來比較沒有負擔 剛剛說完沒負擔 就來一個給我有一點負擔的 這怎樣 排得這麼漂亮 這樣 你看,好美哦 而且用那個碗裝就好適合這裡 對哦 這是算用冰淇淋 這種就像外國的東西 對 我們用古代的這種 這也很有特色 這個叫 碰碰 這是碰碰 碰碰冰淇淋 那我就吃旁邊的碰碰 稍微軟軟了 對啊 它沒有很脆 它不許很脆 但是就像好像我們抱拳筒 外面那個比較軟的時候 那種感覺 然後它邊緣的顏色好特別哦 那這個是... 這是菜頭嗎 不是,這是地瓜 不是 那我們的 來這邊 怎麼可以這樣子公開 這個叫作檸檬味道很重 這是 韓芷哦 韓芷怎麼好像... 檸檬跟地瓜 怎麼會愛上彼此 這個不知道 就是菜頭 和醬油下去滷滷變成這樣 結果是韓芷 用黑糖嗎 是不是 擦糖 擦糖 好 這樣我們就來吃吃看 我們自己... 冰淇淋瓜 其實葉東泰老師的本業 就是做茶飲起家的 所以在這裡 可以喝到許多特殊的茶品 還有茶點 當然更是好吃的沒話說啦 而且還結合了許多台南 在地的元素 像是碰拼冰淇淋 和這個檸檬焦糖地瓜 古早味到這裡的創意 就變成新滋味囉 焦糖味 很好吃 幸福 好 那我就來吃這個韓芷 我是很喜歡吃韓芷的 但是我下午以後 我很少吃韓芷 今天下午茶 偶偶來一小塊 好吃 糜糜耶 這什麼味道好想好奇 酸酸 吃到背後口感是酸酸 和禮房的腎 然後禮飯的腿 檸檬皮的味道還滿香的 你看 老師好尿大 來,就吻斯給我們聽 然後就默默一直泡茶 然後我跟他一起吃 對啊,就起來地下情人嘴 而且好好吃哦 我先... 這好吃 好像蜜餞一樣 好像蜜餞 好像蜜餞 老師,可以我們聊一下 這間廚應該是有一個秀了 對 要不要分享一下這間廚 蜜餞 譬如我比較老 現在要回到這間廚 然後譬如我比較年輕 現在... 這譬如我比較老 不過要比較久來這間地方 覺得自己又少年 所以你要常來台南 常來台南 對 因為台南很多人物 古都都是很久的歷史 對,而且都保留得很好 對 這個也讓我覺得好像... 它不是很高 所以這個歷史 麻煩就跟大家分享 很久了嘛 然後... 這幾個月蜜餞 因為他們算這個地方是我們台南富士的鄉親店 所以很多人在這裡出入 尤其隔壁公會城有很多藝人活動 當年這個時候就需要一個永餐的地方 所以一個日本人叫劉哈庸山 劉夏庸山 他就來這裡開這間店 那他們老闆叫劉夏聖障 不是心中的心 聖障 他是那個... 另外一個日本名 那這個... 先是他古早就在台南 所以教他其實團給他們這裡 翁山 來開一間料理店 當初我們這裡是一個... 蜜餅室 二樓還有一種雅房 所以這間店生意很好 原來只怕做便當多送而已 除非沒辦法 人客太多 這個地方 大家聚會 很重要的所謂 你也是台南人的福氣耶 對啊 對 外頭的木造於林板牆面 和內裝低矮的空間 都訴說出這棟建築物的身世 現在它也是台南市少數 僅存日治時期的食堂之一 光布後 食堂變成了公路總局的宿舍 雖然有一點給它年久失修 但是還算是完整的被保存下來 聽說現在還有一些客人 會回來這裡懷念當時寄居在這兒的時光呢 一種生日要進步 它當然是有所要開發 但是我們有的東西 那是很好 不好的一直開發 要保留就要保留 那當然是要政府來 讓大家配合嘛 是 他們也要有這個關心的東西 我們就... 為什麼文化文化 如果外國人要來這裡工作 如果說那些土地、生日的 那是又蓋就有了 但是像這些東西 那時候還要蓋是不一定的 那就不合了嘛 對 所以我覺得台南人會越來越多 因為大家長、賴市長 我站在高鐵看到沒有 我就說賴市長 有光芒 我可以跟你拍當帳 我當小粉絲 他很客氣 他說這樣嗎 不然等一下 我想要等一會兒 我說換世宗 我... 換到姓中 對啊,他世宗換到這樣 上去 上去我就寒見一下 我說美鳳有一個來這裡介紹 他說媽媽很愛看你的戲 王市長,你做人很好 就是說也等於就是... 那帶頭的人 當然要講過這個概念 或者帶大家進步以外 還有連我們要怎麼說 一些東西保存 像... 老師,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會覺得說 其實像這裡的地方 不然你跟台南人 有人說沒什麼了解 對 像我從來都不知道這個地方 是不是 對,然後我聽說老師是前兩年 兩、三年才開幕的 而且是選在一個 很特別的日子裡 老師,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嗎 好 你講真真,真喝 對 對 第一,你喝的是怎麼樣 對,然後一杯... 兩杯就扣 好,一... 超一杯、一杯、一杯... 對,一杯扣 兩杯扣 你看看 好 三杯吐沒了,你看 不會啦,怎麼會扣 好喝耶 不會啦 當然也好喝 我說彤彤啊 老師現在泡的這一杯 是古蹟茶系列的舊臨紅茶哦 因為葉老師 對這個茶很有研究 所以說這杯雖然是紅茶 但是沒有任何的色味 非常的溫潤順口 喝著茶 配著葉老師說故事 是不是更有味道啦 因為... 好喝,謝謝 我們剛剛這樣說 我們台南市 有一個很好的文化圖善 是說市區裡面 很多市都留在家 包括一間 一間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 我們常常在想 文化圖善如果要挖起來 挖在現在人的生活裡面 如果沒有 它是四個滾頭放在那裡 好,那就很划算 是啊 像今天我們 彤彤來也帶我去林白 其實也是一個日本人 其實我們早早的 爸爸媽媽、叔叔、阿嬤 跟日本人都有一些演員嘛 所以說到小孩 所以他們有一些東西 保留下來 這個是還滿有特色的 林白這是我們也去看一下 也是很有特色 所以台南... 這個地方可以說 現在把它開發得很好 對 葉東泰老師說 其實在承接這間老屋建築物之後 光要把它變身成什麼樣的模式 就花了它三個月的時間了 這三個月 它天天在裡頭泡茶 邊泡邊響 後來還是覺得 茶飲文化中的茶館 在台灣社會是越來越少了 真的是太可惜了 所以就用茶館的模式為出發點 選在傳說是世界末日的那一天 也就是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晚上開幕 還有邊吟詩邊聊天邊喝茶 直到二十二日的到來 再為賓客奉上一份茶餐 象徵著大家和這棟建築物 一起重生啦 這樣的開幕活動 真的是非常的有意義 也只有熱愛台南 也同時熱愛茶文化的葉老師 才想得到啊 就是讓朋友來這裡 我覺得他很多東西 他的包裝也很有心 這個設計都很有意思 好,今天我們來... 我覺得台南市越來越吸引人 讓人家有機會 就一定要來這裡走一走 感受一下 帶回這裡一些很漂亮的地方 還有很多 透過很多豐富的料理 所以台南這個古都 真的是鼓勵大家都來走一走 好,今天也感謝老師 跟我們分享 一些這些流書都泡茶給我們喝 真的是非常感謝葉東泰老師 又再泡茶 又再說故事 讓我們大家聽 節目進行到這 台南本身的古都懷舊之旅 也算結束了 接下來就要進行咱們民視 當家小花旦王瞳的懷舊之旅了 聽說他要帶我們美鳳姐 去台南的極童花巷 品嘗他學生時期的最愛哦 這是我學生時代滿滿的回憶 看到他有點想... 這個剛剛我們看到 這個古今嘛,對不對 對 然後現在要吃的這個 是米小燈開幾年嗎 超久了 我們九十年看得到 可是他講 你這麼年輕 可是你二... 你有沒有三十啊 你給我說的我太高興了 沒有那麼年輕啦 你保養得很好耶 還好 但是你很多年哦,這樣 對,應該十幾年了 十幾年 然後我念書十... 我光念書十幾年 十幾年就有了 那你還... 我念書的時候就一定... 因為我好朋友就住在這裡 然後我每次... 因為我念是設計課 然後常常要把握時間 畫畫、做工作 做功課 好 時間不多 就趕快來裹個褲 這個是... 這是炒泡麵 一定要... 炒泡麵 一定要這樣打開 然後把它拌一拌的吃 然後拌一拌 我這邊也有一碗 因為這個速度最快 然後又可以吃得飽 老闆娘,你怎麼會想到 做一個炒泡麵的店 這個其實應該是說 對學生 還是一些消費者 他們大家都滿喜歡的 因為像平常的話 我們家也都會準備一些泡麵 什麼的 對 對 那是最基本的 大家都老少賢瑜 對 想到說這個可以來當食材 這是最簡單 而且... 這是可以... 水手可以拿到的 再加一些配料的話 對 它最特別是有媽媽味 對 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自己喜歡的料 對 好 我們來加肉心 來一點青菜 青江菜 因為這個... 這個肉手本身就是香氣不夠 對 然後再來這個是... 班冬煮 對,班冬煮 菜頭、白菜肉 好,我們就來嘗嘗看這個 好,中間這個是... 那個是鮭魚 是我們製作的 我幫你做的 對 沒錯 這個可能也要滷了一段時間嘛 那個是用蒸的 這個用蒸嗎 不是,這個鮭魚 這個是用煮的 煮鮭魚 要煮比較久 對 那個是... 可愛 對,竹魚蒸鱗串 竹魚蒸鱗串 這個也要滑感覺是皮膚的 很入味 蒸鱗本身也是沒有熱量的 大家還滿喜歡的 我在日本有吃過 它的蒸鱗是黑色的 它是用烏魚的墨汁 然後去做成 把它吸收到一塊 都很特別 那只如果沒有熱量又有飽足感 對 這個泡麵就是一個特色 就是小孩就開始來吃了 對 最快就最方便了 這間台南學子最愛的黑輪店 就位在孔廟對面 因為這裡種了許多吉童花 所以又稱為吉童花巷 而這間店真的是許多人 學生時代的回憶哦 這個炒泡麵裡頭不只有殼包蛋 還有青菜、肉絲和芋圓 小小的一碗 吃起來卻有大大的滿足哦 今天真的是飯鳳姐的後期 我才可以這樣坐在這邊吃 平常要烹飽的 我們平常... 對,我們今天有清炒 而且我跟你講 平常老闆現在這麼可愛可知 平常我已經冰了嗎 有嗎 因為他太忙了 然後又大顆房 小顆樓下是沒有冷氣的 他們那個煮東西 因為你廚房那邊沒辦法 因為我們是開放式的 對 然後就讓客人可以挑關東煮 然後他挑直接給... 就是開放式的 然後看得到衛生 看得到環境很好 因為人家很專注 要趕快讓你們不要餓肚子 對 所以什麼什麼 可是剛剛我們一進來說 老闆,你好親切 好親切 對 我第一次看到老闆娘的笑容 因為今天沒有太多人排隊 是因為我們包下來了 是 因為我們說... 最小的時候 你在這裡嘛 你有一個很好的同學 對 適當的 好,適當 那現在還有聯絡嗎 有,他現在就是有放假的時候 他都會到台北來陪我拍照 這種感情... 超好 然後就住在我們家 比較沒有厲害關係 對,然後以前 因為我台北剛開始的時候 經濟沒有很好 我是睡小套房 他就睡上發生 陪著老闆 這種是最難得的 然後呢 兩個人 共同的一個成長當中 一個回憶就是吃這個泡麵 對,他帶我來吃 所以當我們要來台南 就是說 走一走小小的 來介紹一下台南 比較有特色 或是人文的地方的時候 馬上就講說 這裡一定要來吃下草泡麵 而且在外面的整條街 假日的時候都乾燈 然後晚上很多文創的小東西 是學生自己擺的 對 然後在街口 還有外國人吹沙克斯風 然後小樂隊這樣 那老闆娘,你是不是也有看過 那有... 不會雞翁吃到雞翁呢 有,有 對不對 我們樓下都有流言 流言紙 對 他們就是學生時候 都交完了 後來就還有小孩子 對,他回來又寫了一張 真的是有 共同的回憶 對 每一個階段吃什麼東西 貼什麼音樂 你就會想到那個時候在做什麼 這個是非常不容易 而且繼續保持這樣的感覺 吃泡麵就這樣 你如果吃泡麵用那個... 西式裝潢 就有一點... 就怪怪的 好,一定要這樣老廚的 對啊 就是特色 就有特色 學生時期 雖然課業壓力很沈重 但是沒有其他外力因素的干擾 教的朋友 通常都是最實在又貼心的 而且我們彤彤 也一直很努力到現在 除了拍戲之外 還成立了北氣樂團 大展他的音樂長彩哦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要一起支持他哦 然後我們看這麼二樓 其實說起來 他這邊其實可以做 還是做不少的人耶 因為這裡不必說特別 怎麼落個椅子 收也很方便 對 大部分來人都是學生比較多嘛 大部分都學生比較多 是哦 還有觀光課對不對 其實來這邊都是熟課 我有沒有吃到都知道了 那邊有在巷子裡面 那我們對面那個 應該也是學生啦 對 是不是 我們是觀光課 觀光課 都很年輕耶 好年輕 漂亮 而且又年輕又漂亮 哪裡 海北 北中 珠珠珠 珠珠 北中南都起了 你們是怎麼樣 有共同的朋友來這邊試過 姐妹 然後來參加小朋友的畢業年齡 那個畢業展 怎麼會知道台南人 那個台南運用科技 大家選的一個小朋友介紹 我的學妹耶 學弟 他們今天畢業展 他們今天畢業展 對,我們特地來參加 然後順便來一趟美食 他介紹我們這裡 是第一屆男生耶 是嗎 譬如是把他去造型 造型哦 你用造型 對 炒麵來了 來,你們趕快吃 趕快吃 我想說這樣 你跟我們可以吃嗎 我們可以吃 用力吃 用力吃 你看 我們也是大家一起吃 我們這個老闆娘是石頭的石 石胡芬小姐 然後來的時候 你弟也就看到他 一定是很忙碌的 大小就大小 他還一直在弄 對,你看看 不是只有說 慘懶的朋友來 中部、北部 那邊是高雄 都會慕名而來 所以今天統統 跟我們分享這家店 的確是值得來一下 那個氣氛是不一樣了 對 然後吃泡麵的感覺 泡麵就泡麵 還可以用炒泡麵 然後... 飲料 這是老闆娘 親自調的對不對 這個是洛神仙蘭 洛神仙蘭 然後這個是冬瓜檸檬 冬瓜檸檬 對,試試看 真的,這個都是自己煮的 這個就要... 這個好漂亮哦 顏色又漂亮哦 對 好 今天這個台南這麼天氣 不夠好 不齊的天氣 一向都是比較舒服 比較好,一點好 那這個彤彤 剛才我們就美鳳有約來了這樣 一趟 今天都要來介紹一些台南 會不會... 當然 你想到你漂亮的時候 有 那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讓了一天的感受 其實有些點你都還沒去過 對 其實真的很謝謝鳳姐 還有謝謝我們美鳳有約的製作單位 願意找我 然後跟你們分享台南 對 因為其實每次... 每一年回來台南 都覺得台南一直在進步 對 然後但是... 但是常常被沒有人發現 因為都不知道它進步了 沒有這個資訊 然後好險鳳姐 我們美鳳有約有這個... 有吸引 然後介紹全台灣的各個小角落 讓我們台灣人知道 更多更多的地方 知道台南它是很大 也知道說 它的確有說非常好吃的東西 對 但是可能有些東西是比較... 比如說在地人的 才知道 才知道 對 所以我也很感謝彤彤 用在地人的心情 帶美鳳有約所有的朋友 來這裡洗一洗 所以你如果可以 也可以來這裡找我們社群 老闆娘 給大家炒麵 炒泡麵 炒泡麵是很有特色的 好,繼續 也要請你來做一個結尾 來 來 愛酒 每禮... 每禮拜二到拜五 用到十二點半到一點 愛珍惜收看 明星 美鳳有約 跟大家說再見